欢迎来到我们的突发现场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华家强 今天的第一条新闻 我们聚焦中东局势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布 将采取一切手段自卫 以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对特拉维夫的袭击 这场冲突导致一人死亡 十人受伤 以色列国防局 随即对胡塞武装在也门的军事目标进行空袭 火光在整个中东地区可见 局势一触即发 接下来 我们将目光转向越南 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应并逝世 越南政府宣布将为他举行国葬 整个国家将在周四和周五哀悼两天 调研仪式和追悼会将在河内和胡志明市等地同时举行 越南全国将下半期致哀 并停止一切公共娱乐活动 最后 我们来看看日本的天气情况 日本气象厅和环境省向27个府县发出重暑警戒警报 因为多地气温已经超过35度 金刚市甚至达到了38.9度 东京消防厅报告称 已有171人因重暑被紧急送院 其中6人情况危重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香港电台报道 近日以色列军方战机对也门红海主要港口城市和台达地区的胡塞武装军事目标进行了猛烈空袭 以报复前一天特拉维夫遇袭事件 该袭击造成1人死亡 10人受伤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警告声明中表示 以色列将采取一切手段自卫 任何伤害以色列的人都将为其侵略行为付出非常沉重的代价 与此同时 国防部长加兰特也表示 这次空袭在中东地区引发的大火是显而易见的警告 表明以色列公民的鲜血是有代价的 他进一步强调 如果中东地区的对手胆敢攻击以色列 将会面临更多的报复行动 根据香港电台的进一步报道 以色列国防军证实 这次空袭是为了报复近几个月来 以色列遭受的数百次袭击 外长卡茨也指出 这次对也门的袭击不仅是对胡塞武装的回击 更是对支持、训练和资助胡塞武装的伊朗发出的警告 卡茨明确表示 以色列不会容忍或保持沉默 将坚决打击任何对以色列公民构成威胁的势力 胡塞武装则警告以色列将要付出代价 并表示将以升级对应升级 胡塞武装此前曾宣称 袭击以色列多个城市 包括阿什都德 海法和埃拉特 法新社报道 上周五对特拉维夫的袭击 似乎是首次突破以色列的防空系统 导致特拉维夫遭到无人机袭击 造成严重伤亡 以军解释称 由于人为失误 防空系统未能拦截这架再有弹药的无人机 而胡塞武装则公开承认发动了此次袭击 越南将为已故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复仲举行国葬 全国将在周四和周五挨到两天 全国政府机关和公共场所将下半期致哀 停止一切公共娱乐活动 越共中央委员会以及越南国会 国家主席 政府 祖国阵线中央委员会发布特别公告 阮复仲的吊咽仪式将于当地时间周四上午七时至晚上十时 以及周五早上七时至下午一时举行 追悼会时间定在周五下午一时 吊咽仪式和追悼会将在河内的国家殡仪馆 胡志明市的统一工以及阮复仲的家乡和内市 东鹰县东惠乡同时进行 安葬仪式将于周五下午三时在河内市每一公目举行 越共中央保健委员会上周五表示 阮复仲因病逝世享年八十岁 日本多地昨天的气温达到了摄氏35度以上 气象厅和环境省向27个府县发出了重暑警戒警报 静岗县静岗市的气温甚至达到了38.9度 东京都府中市的最高气温也达到了38度 气象厅预测 未来几天多地气温仍将持续上升 气象厅和环境省特别提醒京都 大阪、冲绳、辞城等地的民众注意防暑 避免中暑 根据东京消防厅的统计 截至周六晚 东京都当天已有171人因中暑被紧急送院 其中6人情况危重 四川省雅安市汉原县因暴雨引发山洪 造成30多人失联 经过紧急搜救 已找到4名失联者 索性他们没有生命危险 山洪发生在周六凌晨20许 灾害导致通信、道路和桥梁中断 初步排查显示 有30余人失联 40多处房屋受损 救援人员茂宇进行现场搜救工作 力求尽快找到更多失联者 并恢复受损设施 新岛日报 陕西商洛市炸水线的丹宁高速公路桥梁 因突发暴雨引发山洪 导致桥梁垮塌 25辆私家车及货车坠河 造成12人死亡 31人失踪 目击者描述 当时桥下水流湍急 黑暗中难以施救 一些车辆未能及时停下 直接坠入河中 国家主席习近平紧急指示 全力抢险救援 排查安全隐患 防止次生灾害 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 也赶赴现场 视察救援工作 榨水线部分地区 降水量超过70毫米 救援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 香港电台 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 在习近平和李强的指示下 紧急赶赴陕西商洛市 高速公路桥梁倒塌现场 指导救援工作 张国清了解了现场的 抢险救援进展 和面临的困难 并与相关部门 研究优化救援方案 加快搜救进度 他强调 要调派水域救援队伍 和专业力量 尽一切努力搜寻试联人员 密切关注河道水位变化 排查周边安全隐患 防止次生灾害 张国清指出 当前正值防训关键期 各地要加强监测预警 和巡查排险 保障人民群众的 生命财产安全 明报 浙江温州医科大学 附属第一院的 心血管内科医生李盛 在门诊诊疗时 遭到一名男子持刀袭击 致多处严重损伤 最终抢救无效去世 国家卫生健康委 对此表示沉痛哀悼 并强烈谴责 暴力伤害医务人员的行为 强调对商医事件零容忍 温州警方通报称 遗凶在伤害李盛后 跳楼自杀 李盛医生被描述为 勤勉敬业 赶于奉献的医务工作者 他是该院唯一能担任 治疗组长的主治医师 半数冠状动脉手术 由他完成 尽管数十位医护人员 参与抢救 李盛最终未能生还 《乔报》报道 拜登总统正面临 越来越大的压力 许多人要求他 放弃竞选连任 而大多数民主党人 则认为 他的副总统贺锦丽 卡玛·哈里斯 有可能成为一名 优秀的总统 根据美联社的报道 一项APNORC公共事务 研究中心的民意调查显示 大约60%的民主党人 相信贺锦丽 能够在最高职位上 表现出色 尽管拜登 在6月27日的辩论中 表现不佳 许多民主党人 私下甚至公开希望 贺锦丽能接替拜登 成为总统候选人 认为 他更有可能击败 共和党候选人 唐纳德 特朗普 尽管如此 贺锦丽仍然对拜登 保持完全忠诚 是他在辩论后 最坚定的捍卫者之一 然而 对于美国公众来说 他们对贺锦丽的信心 远不如民主党人 只有约30%的 美国成年人认为 他能胜任总统职务 约一半的人 持怀疑态度 乔报还报道了一起 令人震惊的惨案 四人在布鲁伦的 宾辰虚 Benson Hurst 根据ABC7 New York 和Pix11的报道 纽约警察局称 周五晚 一名房客发现 他的一名家人 手上沾满了鲜血 并报警 警员在接到报警电话后 赶到现场 发现屋内沉湿四人 包括一名四岁的男孩 一名五岁的女孩 一名27岁的妇女 和一名56岁的妇女 警方发现 56岁的女子 颈部被捅了多刀 其他受害者身上 也有多处捅伤 救援人员宣布 所有受害者当场死亡 警方逮捕了一名 与案件有关的 24岁男子 调查人员认为 这起凶案 是家庭纠纷导致的 谢谢大家 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 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 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feel the heartbeat, feel the shock every headline, a new friend from beginning to the end connecting hearts through every word china's story always heard losing China every day learning up on new ways from the cities to the farms feel the heartbeat spin the trough g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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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